本章向大家深入的介绍了feel style可以赋予的属性的值 除了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赋予一个颜色外 还可以赋予一种渐变的样式 赋予一种图片 赋予另外一个converse 甚至是赋予一段视频video 那么对于让feel style填写一个color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可以使用任意的css承认的方式来填写这个颜色 这里大家要注意的是还可以填写一个带有透明度的颜色 如果我们想让feel style是一个渐变的样式 那么在本章里我们讲到我们可以使用create linear gradient和create radial gradient这两种方法 创建线性的渐变色和镜像的渐变色 那么不管创建哪种渐变颜色 在创建后我们还需要给这个渐变色的对象 使用and color stop的方法添加关键的颜色 最后我们又学习了一个新的函数 叫做create pattern create pattern可以使用图片 另外一个converse或者是一个video 作为feel style的填充样式 那么我们除了要创建相关的这些元素之外 还需要指定它的重复样式 重复样式是一个字符串 可以使用no repeat repeat x repeat y和repeat四种方式来进行定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在本章的例子里我们一直在使用feel style进行实验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stroke style也叫一个style 而不仅仅是stroke color 那么其实这些方式全都适用于stroke上 只不过通常我们在画线条的时候很少考虑线条的样式 但是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不妨试试将本章讲的方法应用在stroke上 或许大家能创造出更加吸引人的效果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好